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安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湿气这东西人人都有,区别在于轻和重 而中医认为湿气乃是百病之源 如果湿气不能及时清除 便会影响脾胃健康,皮肤暗淡无光,内肥密失调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只有远离湿气,身体才能更加健康 今天用湿瓜分享一个去湿菜 便宜又好吃,中老年人一桌吃两次 润肠去湿,一生轻松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几根湿瓜,然后去掉皮 湿瓜又名菜瓜和剩瓜 平时可以煲汤也可以做菜 湿瓜味干性寒,而且有丰富的水分 钾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B足和灶带等营养保健成分 湿瓜中有着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包括一些植物方面的元素 湿瓜的功效与作用E 湿瓜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铁,还有灶带,植物粘液 木糖胶,湿瓜苦味质,瓜氨酸,湿瓜中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 每100克中处含有8毫克 可用于抗坏血病以及预防各种维生素C缺乏症 湿瓜还富含B足维生素,有建脑的作用 第二,湿瓜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改善冠状动脉供血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三鲜干油的含量 减少动脉中央硬化斑块的形成 湿瓜中的木聚糖能增加消化道内容物的体积 延缓人体对食物中糖类的吸收 降低餐后血糖升高的速度 有利于并发糖尿病患者的控制餐后血糖 第三,美容 现在市面上很多卖湿瓜水的复复品 所以这就能看出湿瓜是具有一定美容功能 我们经常饮用能清洁皮肤 去除皮肤油脂,补水保湿 细嫩肌肤,去除皮肤细小皱纹 改善肌肤粗糙干皱的状况 第四,促进胃肠蠕动 湿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适量的食用湿瓜 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 对于预防缓解便秘 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第五,抗化血病 湿瓜中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 每100克中就含有8毫克 可用于抗化血病以及预防各种维生素C缺乏症 第六,健脑美容 由于丝瓜中维生素B等含量比较高 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以及中老年来大脑健康 丝瓜疼劲的汁液也具有保护皮肤弹性的特殊功能 能美容去皱 第七,补甲 据测定 每100克丝瓜中的甲含量为115毫克 腹腺呕吐或者食肠 运动量而大量流汗的人 会持体内的甲元素大量流失 因此需要长期服用 利尿剂的人也极易缺甲 此类人常吃一些丝瓜 则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缺甲的问题 第八,排毒 丝瓜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 它能增强人体排毒的作用 增加心机 丝瓜中也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C 它能够将体内堆积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帮助肝脏解毒 丝瓜中有丰富的躁肝类物质 这些物质能有效的增强心机 对人的心灶非常好 丝瓜去掉皮 清洗干净之后 再切成滚刀块 切好的丝瓜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香葱 香葱具有多种功效和作用 第一,香葱中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减少养化反应应激对细胞的损伤 从来维护整体健康 第二,改善消化功能 香葱含有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并维持良好的消化功能 第三,支持心血管健康 香葱中的甲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和血压水平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四,促进骨骼健康 香葱富含维生素K核钙 这两种营养素对于维持骨骼强度和骨密度至关重要 第五,免疫支持 维生素C的存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减少感染的风险 香葱洗干净之后 把它切碎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三个鸡蛋 鸡蛋是日常生活中必备的食物 鸡蛋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脂肪、党固醇和其他微量营养素 是人体最好的营养来源之一 美国以本《群威杂志》把鸡蛋评为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 因为鸡蛋除了含有人们熟知的蛋白质、胆固醇等营养物质之外 它还含有可以帮助人们抗氧化的氏氨酸和氯氨酸两种氨基酸 因此一个蛋黄的抗氧化功能就相当于一个苹果 但是它的热量却只相当于半个苹果或半杯牛奶 鸡蛋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 其氨基酸的种类恰恰跟人体 氨基酸的成分相一致 这有利于人体更好的吸收和消化鸡蛋的营养物质 第二还可以提高注意力、增强记忆力 鸡蛋中有丰富的固醇和微量元素 还有多种维生素 这一些都是对大脑有益的成分 还含有丰富的胆碱 有助于记忆力的提高并提高注意力 所以学生和脑力工作者最好每天都可以吃鸡蛋 第三保护势力 鸡蛋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液黄素、玉米黄素 这一些维生素有益于眼睛可以保护眼睛 鸡蛋调成蛋液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里放入一点点食用油 把刚才切好的丝瓜放入进去煸炒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丝瓜大概炒一分钟左右 把水分炒出来 然后炒出水分之后 加入适量的盐 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盖上盖子 煮三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把刚才调好的蛋液淋入上去 蛋液淋入上去之后 大概煮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丝瓜鸡蛋汤 它煮至沸腾之后 就把它盛入碗里 然后再加入刚才切好的葱花 丝瓜这样子做 颜色翠绿 味道鲜美 不放肉 比大鱼蛋肉还要香 开胃解腻又好吃 又滑又嫩又鲜美 尤其适合家里的小孩和老人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准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